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淘寶買回來的長裙 因為不要看我這個153小粒仔 但其實你小小穿長裙都蠻好看的 而且最重要是我今年都應該穿不了短褲和短裙 所以長裙是我夏天一個很重要的服飾 如果你有興趣看幾條不同風格的淘寶長裙的話 就繼續看下去 第一條想說的是格仔長裙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個間條和格仔胸 這條是嘉盾麵包格仔 我自己都說很多這些衣服 她的腰是做了一個束腰的設計 是比較闊落的 所以我這種沒有腰身的小粒仔 就靠到這個腰位 就令到自己好像有腰的感覺 因為本身我是胸對落就是屁股的 我經常都是這樣跟朋友說的 所以這條裙是會令到我有一點腰的感覺 會長一點的 她的裙子會做了少少少Ruffles 會有少少細細的位置 而且這條裙有兩個好處 一是比較高領 是來到這裡左右 絕對不是一個低胸的設計 不用擔心自己的過份性感 第二是肩帶位是做得比較闊的 所以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夏天是可以穿到bra 不需要特地穿一些平口的bra 你可以穿一個正常的bra 遮到bra帶是非常方便的 一會兒 今年還是很流行一字薄的衣服 所以我長裙都選了一條一字薄的長裙 它是一個有皺的設計 然後它的細節位置會有一些十字洞洞 然後有少少瘦花 都是白色為主 這條裙子穿上身就會這樣促上去 就會變成泡泡 這條裙子去到裙尾都一樣 有少少手尾呼應 都有剛才的瘦花和洞洞 而且最後不是平腳 是做了一些波浪型的腳 衣服 其實穿白色裙子 那天可以吃醬油 不可以吃咖喱 不可以吃喇叉 因為這種綿麻質地是很索色的 基本上索了下去就夠了 要回家拿東西去抹才可以救回裙子 所以這種裙子真的穿來鮮落、飄飄、處處紋去野餐 戴上一頂草帽就非常完美了 說起外景大家不要介意比較簡陋 因為我是用同一雙涼鞋去拍的 因為那裡的地方是我男朋友家樓下的小公園 所以換衣服已經花了很多時間和很尷尬 那裡是有其他人的 因為不是自己的家 所以我很難拿很多東西去我男朋友家做些穿搭 所以大家都是看看我穿上新的效果 同樣是白色的長裙 還有一條是短袖 這條長裙 你前面看是很平淡的 沒有特別的 它是一條好像桌布的長裙 你會覺得 我都不知道有什麼好說 它是非常沒有特別的 它是整條裙子都是白色的 還有一個圓領 還有一個短袖 但是它特別之處 就是後面有小心機 它後面是一個很大的洞 你就要留意一下自己穿什麼類型的底衣 可能有時候有些底衣在後面只有一條線 我覺得那些都很OK 總之不要弄一個bra扣 讓人看見 我覺得有點不美觀 可能你後面是自己去發揮創意 看看有什麼內衣 可以做到一個小心機 可以眼看 所以它是一個前面低調 後面可以嚇死你的裙子 我覺得 之後會想說一個比較花綠綠 然後比較度假風一點的長裙 就是這一條 它是一個樹葉的圖片 前面也不會很低 至少不會露出來 它下面是做了一個扣扭 然後到最後是很飄逸的 可以踏踏踏踏踏踏踏 但是不會走光的 它也算是去到小腿 而且它也有小性感 就是後面這個位置 就是後面這裡是綁繩的 下面這裡是空的 但是不需要擔心 這個綁繩的位置 基本上可以遮到你的bra帶 當然你的bra帶 也不要那些四個扣 超粗 整部彈黑車 放在後面的東西 你說如果平時的 幼一點的bra帶 或者前扣那些 它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它可以遮得挺漂亮的 然後到最後一條 這條裙子 大家如果覺得我之前那些 都是太性感 不是自己的風格 接下來這一條 就跟性感完全無關 它是一條中袖的長裙 它是一個很漂亮的民族風 然後上面的刺繡 的圖片都做得非常好 而且它的質地都是一個綿麻 我覺得穿上身都頗舒服 你會看到上面這個圖片 其實真的非常漂亮 而且它的中袖 這個位置都做得非常漂亮 你們看一下這個圖片 很鮮艷 然後沒有任何的瑕疵 做得非常好 而且很多時候你穿一些中袖的娃娃妝 很多時候都會變成大肚婆 我也曾經被人讓助過 然後被人跟我說 粗身大小走到一邊 我試過的 但這條裙子都不算非常大肚婆 因為它中間這個位置可以做索繩 你可以索回自己的腰線出來 然後下面才是一條很普通的白色長裙 希望大家出身以後會唱的歌 永遠青春是深刻 我今天就分享了五條不同Style的淘寶長裙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我們跟其他人說再見吧 再見 拜拜 novamente 再見 來 ヽ ノ 我